春节过后,广州著名制衣村又迎来招工热 海珠区康乐村狭窄的街道上,运送不匹的三轮车往来不绝 制衣厂老板站在道路两旁翘首等待工人前来问询 有的举着招工牌,有的直接拿着衣服样品 车位工、烫工等是最紧缺的岗位 去年11月,康路片区是广州疫情较严重的地区 不少制衣厂老板和工人提前返乡 新春衣食,从业者们陆续回到广州 有工厂已经接到订单迎来开门红 现在生意好,就是车位有一点紧张 刚开始嘛,初时的开工的 现在有十几个啊,有长期的也有零时工 开工的现在还来也停的 今天应该生意差不多应该好一点了 据了解,中大纺织商圈是广州时尚产业的代表 目前集聚了62家专业市场 从业人员超过了30万人 年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 中大纺织商圈一带的康路片区 分布着大量小型制衣厂 以其独特的短工基建模式吸纳大量务工人员 在康乐村从业十余年的高先生告诉记者 康路片区就像广州服装产业的毛细血管 不计其数的成衣每天从这里运送到全国各地 我们是一个连体的商圈嘛 中大、康乐、陆江 然后一系列档口 如果说今天早上卖货 预售卖货 货卖出去 然后档口老板就可能就在中大 下布料、马虎料 然后下单在我们工厂 工厂的话我们可以说 最快的话可以一天 就可以跟他把货出出来 出出来可以让他可以物流 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我估计的话现在这一行业 肯定是会有一波 有一新一波的那个 叫什么上升的那种趋势来的 正在康乐村寻找车间岗位的王女士介绍 去年11月广州疫情爆发 隔离结束后便回到湖北老家 今年正月初八就坐大巴到广州 想早点过来多挣一点钱 真的去做了三四年 有时间生意不好啊 不好就没做了 现在一般都有淡季了 有的产品还是 没淡季还是可以做 找了三家 这是第三家 来自广州十三行 服装批发市场的吴先生 近日到康乐村寻找合作的制衣厂 他告诉记者 自己的店铺正月初八开张以来 生意比较稳定 一天至少能卖一千多件衣服 由于以前合作的工厂赶不出货来 特意到康乐村再找几家工厂 虽然中大纺织商圈生意兴隆 但受产业调整 资源限制 要素成本等因素影响 该市场已达到饱和状态 眼下广州和清远正合力推动 纺织服装产业梯度有序转移 记者在陆江村附近看到 有即将开往清远的大巴停靠在路边 车上挂着招聘裁缝工的横幅 陆续有人过来咨询 据现场负责人邹玉梅介绍 广青纺织服装转移产业员 近日安排大巴车 接送有意向的工人老板 到园区参观和投资 相比于康路片区的制衣厂 该产业员工厂规模更大 订单比较稳定 工人可以免费拎包入住 现在我们的话 安排这个大巴专车接送来回 也是说先邀请这个 这附近的熟练工 还有这些小作坊的老板 或是工厂的老板 他们先过去这个产业员里面 去参观考察 先熟悉 去看一下环境 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现场的话 都会有专业的人员来去介绍